屏東監領站去年出搶了一千多塊新車牌 卻是傳出掉漆嚴重 像是這些新車牌的英文字母跟數字呢 只要用手指夾去刮一刮 這個漆就掉了 而且還有整塊英文字母的黑色漆 全部不見的事也都會發生 新車牌到底品質如何 會不會又發生掉漆 監領站人員現場抽驗 用強力水珠沖刷 用水沖刷 那測試時間一分鐘 強力水珠沖刷 用水沖刷不夠看 監領站人員用指甲猛摳車牌的烤漆 就是要證明新車牌品質大包票 抽驗的結果讓大家鬆了一口氣 被抽驗的車牌全都過關 會要媒體在眾物盔盔下測試品質 是因為去年發的一千多塊車牌 傳出掉漆嚴重 有了一點一點掉 有了整個字母黑色漆 全部都不見了 實在誇張 令駕駛人為之氣節 這個是掉了 對 這是用水沖就掉了嗎 水沖它可能有時候不活 什麼都磨它 CET車牌出場 為了自欺 沒有讓監領站面子落慘 官方也強調 民眾若是發生車牌掉漆 駕駛人可以打電話 給全國的監領站 將有專人道府服務更換 只是更換 也無法馬上拿到新的 對於民眾而言 品質掉漆的新車牌 還是不方便 中文新聞張春華 翁重文 屏東報導